为了迎接2016世界设计之都 教育局和文化局合作 透过设计师进驻校园 以及学校师生参与校园角落美学设计 让设计融入生活当中 特别举办成果行销记者会 要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校园美学 教育局举办的设计家聚落 和校园角落美学行销记者会 特别选在南港区的成德国中举行 从102年开始规划 每个行政区每年有12个中小学 成立设计家聚落 目前已经有27所学校 提供教室作为设计师工作室和展示间 有120所学校师生参与校园角落美学 设计改造活动专案 现在从很多的部分 开始对空间做很多的写思 所以不管是透过世界设计之都 我们的角落美学 看到学校里面整个不一样的部分 孩子多了很多 他可以很欢乐的空间 或是我们在上课中可以更自由的空间 或是上阅读角落等等 或是一些表演的空间 就是有太多太多是我们看到 因为世界设计之都 我们重新对校园空间做思考之后 看到学校中的变化 文化局长表示 很高兴教育局能全力支援配合 让设计美学从生活中出发 向下扎根到校园每个角落 设计不是只是在设计美的东西 设计不是只是在 好像就是包装 或者是说好像就是一些 好像设计是为有钱能做的自己本事 我们现在在创考 我们称为叫做设计思考 我们要从小让小孩子懂得 什么叫做设计思考 所谓设计思考就是创新的意思 如果比较简单来讲 就是设计创新的意思 是一个懂得用创新的手法 去提出一个可心的解决之道 适合选择 所以现在要教小孩子 是如何创造职业 那这些思考就是世界设计主义想要做的 从小教小孩子 新的世代的小孩子 重点不在于他学的一级之长 重点是要懂得去创造职业 创造他自己的一级之长 教育局表示 各学校的角落美学方案 以及设计家聚落 都是希望让孩子的发想 去具体实现校园空间美学改造的愿景 中家台北新闻许超雄 参文报导